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去講 香港最近已經提出 香港的定位 要再去引進工業化 我覺得是非常奇怪的 香港的定位 很多人用國家的思維 去定位香港 不是從一個大城市的定位 去定位香港 記住香港是一個城市 不是一個國家 每一個城市 它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說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 一個最頂尖 最賺錢的行業 做機場管理 做敲擊的聯繫人 香港就是賺這些錢 工業已經過去 工業是另外一些地方 好像是蘇州 可能是另外一些地方去做的 現在美其名是工業化 說法西頂尼 說AI說什麼什麼 但是賺錢 肯定不是他們 比方說 在歇基也好 在這個市場也好 在整個產業鏈裡面 也給生產 工業化還要大 所以我們要聚焦的時候 我們要清晰一點 哪個才是香港 香港記住是一個金融中心 每一個城市 也希望成為一個金融中心 不想成為一個工業中心 我還記得我九幾年的時候 我在一家製造商裡面 一個玩具的生產商裡面工作 為什麼它是生產商 是因為有一個玩具的生產的人 把所有的生產先賣給他 然後自己專注什麼 自己專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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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產業量上面 Design跟Marketing 也要給 這一個生產 還要賺錢 記住 清機產賺錢的能力 給種機產 好 如果我們投種機產 我們要有土地 有人力資源 然後 如果訂單或者是 原材料或者是運輸費 一波動的時候 基本上所有的盈利 给人家弃掉 所以他们是很不稳定 但是现在香港人 在怀念以前香港的工业时代 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莫名其妙 在整个产业链里面 我觉得不应该要回去走回头路 香港的定位非常简单 我们要服务内地14个亿的人 还有就是就一个超级的联系人 帮内地的企业或者是人走出去 把外国的人跟基金拉到里面 这个就是香港的爵士 不要老是想一些 只有概念性的东西 再举到一个例子就是 香港的老人家 现在有些在疫情已经反映这个事实 老人家 因为香港不是一个退休的地方 你在香港去养老 根本就是一个不净确的想法 他应该在内地圈一个土地 然后把老人家放到哪一边 因为哪一边土地成本比较便宜 人力基本比较便宜 他可以得到的服务 肯定给香港好 还有就是香港是可以去付这些钱 做这些 为什么 香港很多的老人院他们要收补贴 这个补贴的钱是不便宜的 如果拿到内地去做的话 他们得到的服务肯定给香港好 所以你要想通香港是需要什么 不要老是说用一个国家的思维去想香港的问题 香港就是一个城市 城市每一个城市有不同的分工 我们要想清楚 不是想什么也要做 今天讲到节里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 拜拜 拜拜